什么事呢 这说的是一个32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在一座荒岛上一起生活了七年的故事 仅仅这么一句话的简介 估计大伙就已经开始展开瞎想了 没错 您脑袋里想的那些情节 在这起事件当中 它都发生了 那么这起事件就是安娜塔汉女王事件 这起事件发生在二战末期 地点是在太平洋 马里亚纳群岛上的一个小岛 这个小岛叫做安娜塔汉岛 这个岛离咱们中国人经常去的度假胜地 塞班岛是非常近的 只有120公里 这个岛也非常小 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岛 长9公里 宽4公里 面积的只有33.9平方公里 岛的中心是丛林 丛林当中有一座不到800米的火山 而且还是一个火火山 在二战末期的时候 这座岛呢是日本的 1939年的时候 咱们这起事件的女主角就出现了 女主角叫做比加和子 比加和子 他的老家是在冲盛 当时呢 因为这个日本的发展势头比较猛烈 好多人都出海了 下南洋 下西洋 那比加和子 他有一个哥哥 他哥哥呢 当时就去了塞班岛 那所以当时这一年 比加和子16岁 他就也跟着去了塞班岛了 那后来呢 在这个塞班岛又辗转来到了周边的另一个岛 叫做巴坎岛 那当时在这个巴坎岛上 比加和子就结识了一位精壮的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叫比加正一 这个正一 那他是当时这个南洋新发公司的员工 那是被公司派到这个岛上来的 他的老家呢 也是在冲绳 那既然这俩人 老家都在一个地方 而且这小伙子呢 人又不错 精壮的小伙子 所以说呢 俩人关系 慢慢的就被拉近了 两个人一来二去 健身情愫 两年之后 在比加和子18岁那年 俩人就结婚了 不过俩人结婚之后啊 这个生活呢 并不是特别安稳 三年之后 在1944年 那丈夫正一 因为这个工作上的调动 毕竟他们这个南洋新发公司嘛 专门搞这个望外殖民的调动比较多 把他调哪去了呢 就调到咱们要说的这个小岛 安纳塔汉岛上去了 去那个岛上做监工 那比加和子就只能跟着丈夫一起来到了安纳塔汉岛 在这就安家了 这个安纳塔汉岛 他当时的情况呢 大概是这样的 那这个岛呢 很久很久之前 他不是荒岛 那很久很久之前在岛上住着一些土著 有一些原住民 但是呢 咱说了这个岛上啊 那个火山是火火山 他总喷发 所以说渐渐的 这些原住民就都搬走了 那再到后来 什么这个西班牙 德国 日本还陆陆续续的到这岛上来了 这座岛呢 那时候就已经是荒岛了 没有人了 土著们都走了 那比加和子他们去的时候呢 这个岛上已经开发出了一片椰子种植园 专门的种椰子生产一些相关的产品 这个南阳兴发公司呢 雇了二十多个土著 二十多个原住民 专门来这个岛上给种椰子 那么这个和子的丈夫 郑一的任务 就是来这当监工 监督这二十来个土著 监督他们种椰子 那么当时在这个岛上 除了这二十来个种椰子的土著 除了和子和郑一两口子 另外呢 其实还有一个日本人 这个日本人是郑一的领导 他叫做日下部政美 这也是一个关键人物 所以说当时呢 这三个日本人在一起生活 那些个土著呢 他们自己生活 这是当时这岛上的居民情况 其他的就只剩下牲口了 那当时这是1944年 1944年的时候呢 都知道二战已经接近尾声了 太平洋这块呢 是战火纷飞 日本的被打的是节节败退 那日本当时殖民的这几个小岛 那当然也是在所难免的 会受到战火的波击 那很多这个日本的殖民小岛 都遭到了美军的轰炸 很危险 那么当时呢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很多人都回到家乡 来离开了这些殖民地 那这个和子的丈夫 郑一有一个妹妹 她的妹妹呢 也在附近的其他岛上 那么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 郑一当时呢 在这安家之后啊 就决定把妹妹 也接到这个安纳塔汉岛上来 一起在一块生活 这样安全一些 所以说当时呢 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 郑一就出海了 去找他妹妹去 但是没想到啊 这个郑一刚刚离开没几天 美军那边呢 突然开始大范围的轰炸 包括这个塞班岛在内的周边 各个的小岛 全部一麻面都给炸过来 不过啊 幸好这个安纳塔汉岛上 没有军事设施 轰炸炸的呢 并不是特别猛烈 那比加和子 跟当时这个日下不正美 哎当时侥幸躲过了袭击 但是再看周边这小岛呢 就没那么幸运了啊 也正是因为这场轰炸 比加和子的丈夫 郑一再也没有回来 当然这期间呢 和子也一直在猜测 丈夫呢 没准啊 已经惨遭毒手 离开人世了 可能被炸了 也有可能呢 因为美军打过来了嘛 丈夫呢 回不来了 回不到这座岛上了 可能先回家了 回日本 那么无论如何吧 他丈夫正义 这是一去不复返 那么由此 这座岛上的故事 也就正式开始了 我之前美军的那一番轰炸 可以说炸掉了岛上的大部分设施 通讯呢 也完全中断了 等于说这座岛 这个时候已经是与世隔绝了 不过好消息是 他们并不缺乏食物和水源 还能够生存 这个岛上呢 有淡水资源 水源非常充足 另外在他们这个种植园里面呢 有一些牲畜也都幸存下来了 数了数 有四十头猪和二十只鸡 另外呢 除了这些动物 还有一些蔬菜瓜果 这些都是吃的 都能够生存 那么现在丈夫正义不在了 那这个时候 岛上的日本人就只剩下和子 还有那个日下 所以说这俩人一男一女 只能够互相这么依靠着生活下去 而且呢 据说这俩人当时啊 早在之前就已经有那么一点暧昧 那加上现在这个情况与世隔绝 所以等于说呢 终于是名正言顺的过到一起了 不过呢 这俩人的二人世界 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 在1944年6月12号 这天呢 当时有三艘这个日本的渔船 给军队运送物资 结果在这附近呢 遭到了美军袭击 船只都沉没了 那么在这个船只沉没之前 船上有31个幸存者 跳海求生 就游 游到了最近的岛上 游到了这个安纳塔汉岛上 这31个人呢 都是男的 有10个是军人 日本的陆海军军人 另外还有21个是随船的船员们 这31个人一股脑的都来到了安纳塔汉岛上 所以说呢 至此这个日夏跟何子 这俩人的二人世界算是被打破了 此时数一数 这岛上一共有33个日本人 他们分别是比加何子 一个女的 日夏不正美 还有这31个幸存的船员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 32个男的 一个女的 而且更要命的是呢 在这些男性当中啊 大部分都是20来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 最年轻的才16岁 所以从这个年龄情况来看 基本上也就能够想象到之后会发生的事情 不过在一开始啊 甭说 一开始呢 他们互相之间啊 还挺好的 团结友好 这31个人上岸之后呢 这个何子和日夏 很热情的接待他们 给予帮助 给他们吃的 还帮他们治疗伤口之类的 那这31个新来的呢 一开始刚来的时候啊 也是生啊 还挺拘谨 互相的都各自扎堆 找自己熟的一条船上的分组行动 那不过也就是一开始 后来慢慢的 时间长了都熟了 那这样的情况也消失了 大伙全都过一起了 互相帮助一块生活 可是这个人多了 这现有的粮食呢 毕竟有限 所以他们一块呢 就商量 咱一块种地吧 种吃的 种这个甘蔗呀 种芋头啊 一起还打猎呀 采野果呀 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另外这个岛上 那不是还有20来个那个土著 原本在这给种椰子那土著吗 那当时呢 这30来个人 还从那些土著那儿 学会了一种用这个椰子酿酒的技术 哎 能够酿着椰子酒 那这样慢慢的 他们过了一年呢 通过这一年的积累之后啊 这日子过得还真不错 那首先有吃的 这吃的他们自己种的有庄稼 还有水果 还有肉 也有喝的 喝的这个水不用说了 酿的还有酒 所以经常的这帮人一高兴了 还开个party 那么在这期间呢 在1945年8月15号的时候 这天都值得日本战败嘛 但是当时岛上这33个人呢 他们并不知情 不知道战败了 那当时美军那边 那美国人 专门开着这个快艇来岛上喊话 用日语喊 那意思大概说呢 说你们这个祖国日本已经投降了 二战结束了 你们呢也尽快投降 我们稍后啊 会派船来帮你们送回去 但是当时岛上这帮人啊 他不信 那这个日本人咱都比较清楚 爱国呀 这个信仰很强烈 他不信 认为这是美国老骗他们 心想我大日本帝国怎么能战败呢 他不信 所以当时美国人一来 他们就躲起来 不露面 那不过这个战争结束这个事啊 对那二十来个土著来说 那是好事啊 所以说当时那二十几个土著啊 就跟着美国人都回家了 但是这33个日本人呢 他们不信 就是不投降 认为是美国人的陷阱 也不出来 也不走 再往后呢 美国人又来喊了几次话 但是他们始终还是不相信 拒绝离开这座岛 那么久而久之 也就没人来管他们了 那么至此 这个时候这座岛上 那二十多个干活的土著离开了 就只剩下这33个日本人了 他们继续过他们这个 自给自足的生活 但是啊 正所谓这个保暖私阴欲嘛 生存不成问题之后呢 这个性欲就开始起来了 啊 当然这个也由不得他们 一方面呢 都说了 这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都挺年轻 另一方面呢 这33个人啊 在岛上一起生活一年多了 衣服没换洗的 全都破破烂烂了 那男性呢 还好说 那就算说不穿衣服 那都没什么影响 毕竟大部分也都是男的嘛 但是比加和子就不行了 这岛上就这一个女的 而且这和子呢 身材又非常好 长得还不错 那时间长了 现在衣服破破烂烂 衣不着体 天天露着胸露着大腿 在这32个男人面前走来走去 你说这帮人这心里不着火都难啊 于是乎呢 当时这岛上啊 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很多男的都向这个和子献媚 也经常有人因为这个鸡毛蒜皮的小事 大打出手 那为的就是在和子面前表现出最强大 最优秀的自己 另外呢 题外话就是在这期间死了两个人 有一个是生病病死了 没办法 还有一个呢 是不小心淹死了 这是当时在这座岛上 最先死的两个人 那当然这个死法呢 也只是后来人们的这个叙述 后来人们的说的这么一个死法 具体他们是不是真的这么死的 咱不清楚 有没有可能是男人之间争锋吃醋 这俩人是受害者呀 不好说 那么当时呢 因为这个情况 在这帮男人里面呢 有一个年纪最大的 咱们就叫这人长者吧 这个长者 毕竟岁数大了 阅历比较丰富 那看到岛上这个情况呢 他就看出问题来了 他就看到了在这里面 有可能存在的这个潜在的危机 所以当时呢 他就把这伙人都叫到一起 就做了一个提议 他就说 现在咱这个岛上呢 这个情况很尴尬 32个男人 只有人家和子一个女生 但是啊 咱们呢 也得讲这个仁义道德 也得有个先来后道 一开始呢 咱们来这岛上 是和子 还有日夏 接济了咱们 救了咱们 咱们不能给人家添乱 那现在呢 既然咱们这么多人 一起生活在这了 现在也没有办法离开 那么 咱们为了能够长久 稳定的 友好生存下去啊 哎 干脆 咱就让和子和日夏呢 皆为夫妻 那不管他们俩之前 有没有丈夫 有没有妻子 现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为了让事情 不要进一步恶化 我们还是支持他们 皆为夫妻 以后呢 咱们互相都不打扰 人家和子也是 有夫之妇了 那这个提议一出呢 哎 大伙一听 感觉这个办法可以 那长远来说的话 对谁都好 也就全都同意了 那于是乎 这个长者啊 年纪最大这个 就以这个证婚人的身份 给他们主持了一场婚礼 那大伙也都祝福了一下 那确实 在当时呢 这个长者 他呢 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避免可能会出现的悲剧 在当时来讲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但是啊 万万没想到 后来 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 在1945年8月 有一天 和子和日下夫妻二人 上山的时候呢 无意间在山上 发现了一架 之前美军坠落在这的一架飞机 那一架战斗机 于是呢 他们俩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人 那这个事就成为了这整起事件的转折点了 说当时其他人知道之后啊 全都赶过来啊 一起来清理这个飞机 他们在里面呢 也找到了很多有用的好东西 先是食物啊 找到了很多罐头 脱离了这个文明社会一年多 有罐都吃了 人们很高兴 再之后呢 有六个降落伞 这六个降落伞 因为有和子在啊 会一些手工活 会一些女工 他就把这个伞呢 做成了衣服啊 裙子之类的 哎 造福大伙 再之后呢 就是一些实用的工具了 但是啊 咱们要说的是 这些东西 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在这帮人当中 有两个人 他们在周边搜索的时候 找到了四把手枪 还有七十发子弹 不过呢 这四把手枪 因为这个飞机坠毁 全都摔坏了 没法用了 但是呢 咱说实话 在当时这个情况来说 武器的诱惑是巨大 尤其是在这个 与世隔绝的荒岛上 枪械 那就代表了绝对的力量 正好呢 这俩人啊 对枪械 都有那么一点了解 他们俩就把这四个手枪 偷摸的 拿回去 琢磨来琢磨去 装了拆 拆了装 把这损坏的零件呢 互相替换 哎 最后啊 这四把手枪 愣是给修好了两把 俩人 一人一把 那么当这俩男人 拿到手枪的一瞬间 类似大逃杀的剧情 就正式开始了 果不其然啊 没过两天 在这座岛上就出现了第三名死者 怎么说是第三名死者呢 因为前面说了 有两个人 一个因为淹死了 一个是生病病死了 所以现在死的这个是第三个死者 那这个第三名死者呢 据说是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的 那当时他摔死的时候 现场只有两个目击者 这俩人是谁呢 就是有枪的那两个人 在这为了方便称呼 咱给他们起个外号 一个叫大枪 一个叫二枪 有大枪和二枪 但是巧合的是什么呢 这个摔死的这个人啊 他跟大枪跟二枪 正好不合 有梁子 互相早就看着不顺眼 所以说其他人 马上就开始怀疑 这现场只有他们两个目击者 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俩又有枪 双方又不合 那这个人会不会是 大枪二枪给弄死的呢 摔死有可能只是一个借口 几乎每一个人啊 心里边都这么想 但是没有人敢明面上提出来 毕竟他们有枪啊 在这个事之后 没过多久 围绕着比加和子的战争 终于开始了 这个大枪和二枪 他们因为有枪啊 有这个绝对的力量 所以说不费吹灰之力 把这和子就给睡了 和子当时的丈夫 那个日夏呢 他也识趣 毕竟这人 也是这个公司的领导嘛 也是官场的老油条了 还挺能屈能伸的 打得方方的 就把自己的媳妇呢 和大枪二枪给共享了 于是乎呢 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三个丈夫和一个妻子 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四口之家 不过呢 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两年 在1947年的秋天 这个局面被打破了 这是因为日夏 他使了一个离间计 说这个日夏呢 到底是混迹官场的老油子 因为他主动的把和子拱手出让 那么时间长了 这个大枪和二枪必然都想一个人独占 于是呢 在47年的秋天 有一个月黑风凹的夜晚 二枪把大枪就给打死了 于是这两把枪就都到了二枪一个人手里 那么他就成了这座岛上的绝对力量 可是这个二枪呢 他这好日子也没过多长时间 享受了短短三个月之后 有一天他在钓鱼的时候 不小心钓到海里淹死了 这次呢 目击者也是两个人 分别是日夏 还有和子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二枪 它的水性其实相当好 怎么能够会轻易的淹死呢 这不正常 但是人们仍然不敢多说什么 因为这两把枪已经落到了日夏的手里 而与此同时 又有一个人阴差阳错的从日夏手里拿走了一把枪 为了方便称呼 这人咱叫他三枪 所以现在的局面又有了变化了 日夏和三枪 这俩人手里每人一把 掌握着绝对力量 那么他们俩也就顺理成章的占有了和子 那有人可能问说这个和子难道说他就高兴吗 就乐意吗 那当然不乐意了 但是呢 在这个绝对力量面前 他一个女人家 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那么经历了这三次的更迭 所有人就都悟出了一个道理 有了枪就有女人 谁有枪谁就可以睡和子 不过呢 需要说的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短短半年之后 日夏突然死了 这次目击者也是只有两个人 分别是和子和三枪 他们俩人说日夏呢 是失误中毒 死了 那其他人心里边 其实都怀疑是这个三枪干的 但是呢 也都没有证据 更是没有人敢公开的质疑 于是乎呢 三枪啊 就开始独占和子 过上了有媳妇的生活 可以说这时候 真得求这个比加和子的心理的阴影面子 这都换了几任丈夫 换谁估计都难受 就说在这之后吧 又有两个人 那又莫名其妙的死了 有一个呢 据说是失误中毒 另一个呢 说是从悬崖上掉下来 摔死的 那到底是不是呢 没有人敢查 当然也没法查 不过好在啊 从这俩人死了之后 那这个和平的日子 好像开始了 持续了两年的时间 一直到1950年初 在1950年初 这个三枪 他不小心淹死 那么这次的目击者 还是两个人 这两把枪自然也就落到了这两个人手里 这俩人是谁呢 是另外两个人 咱们叫他四枪和五枪 把四枪五枪出来了 那么至此数一数 这座岛上已经死了九个人 那么这一连串的死亡事件 让每一个人无时无刻都提心吊胆 其实事已至此 这个情况很明了 人们争夺的对象 早就从和子变成了这两把枪了 得到了枪 就得到了所有 也包括和子 那在这其中呢 那个长者 那个年纪最大的 他也看透了这一点 他心想如果不加以阻止 那么这个情况将会变成真正的大逃杀 所以考虑当时的情况 这个长者就又做出了一个提议 他说这样啊 现在这个情况大伙都看到了 有不少人都死了 那么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继续发生 现在呢 我又有了一个办法 咱们的让和子 他站出来 选一个他认为比较好的一个男的 作为自己的正式丈夫 我们让他们俩结婚 然后呢 我们要祝福他的这个选择 并且咱们要互相约定 不要再去找他们的麻烦了 同时呢 咱们最好一起商量商量 咱最好把这个暴力和杀戮的那个根源 那两把手枪给毁掉 给扔到大海里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提议 那大伙一听 感觉这个办法好 全都很支持 于是呢 这个和子 他就挑了一个 他看起来品行不错的一个男的 又结婚了 这个年长的老大哥 做的正婚人 结婚 大伙祝福 然后两把枪呢 在大伙的支持下 四枪五枪 把两把枪都给交出来 全都扔进了大 那么现在 这岛上唯一的女人有主了 那绝对力量呢 也全都扔到海里了 那这一下总该没事了吧 不好意思 不可能 有句话怎么说的 这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 再想关上 那可就难了 所以说死亡并没有结束 之后没多久 这个比加和子的新一任丈夫 就去世了 紧接着又有两个人 因为各种奇奇怪怪的原因 陆陆续续的也死亡了 还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失踪 失踪的这个 后来我们得知 这个人的是提前逃走了 上了外国人的船 去了别的地方了 那么当时 那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没枪了 比加和子也结婚了 怎么还是有人死呢 这些男人们一看啊 不行 原本32个男的 现在就19个了 马上一半没了 于是这帮人呢 就凑在一起 就研究 说为什么这个死亡的情况不会停止 那么 商量一通 这些男人认为啊 这个岛上之所以会有这无休止的杀戮 无休止的死亡 全都是因为这个岛上有唯一的女人 比加和子 把这个岛上完全能够自给自足 自愿充足 如果没有这个女人 那么必然就不会有争夺 不会有杀戮 于是乎 这帮男的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们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就杀掉比加和子 幸好啊 幸好当时这里面有人心软 还有点良心 把这个消息呢 偷摸告诉了和子 那和子听到之后 吓坏了 连夜就逃进了山里 之后呢 他一个人在山里面 朵朵苍苍的生活了33天 你想想 一个弱小的女子 在这么一个小岛上 逃避19个男人的追上 这和那个大逃杀的那个剧情 有过之而无不及 也幸好呢 比加和子足够幸运 在这33天当中 没有被男的追上 也没有遇到其他的意外情况 最终呢 在1950年6月份的一天 他想路过的一艘美国军舰求助 军舰把他发现了 把他救上了船 后来被送回了日本 比加和子离开之后 这座岛上还剩下19个人 全都是男的 说比加和子在回国之后 就把岛上的情况呢 告诉了其他人 说岛上还有这么些男的 还在上面呢 那美国人得到消息之后呢 也第一时间来到岛上 告诉那些男人说 这战争啊 早就结束了 希望他们能够赶快上船 把他们带回家 但是呢 这帮日本人还是不信 还是认为这是美国人的陷阱 就是不上船 不离岛 那一直他们这么降着 一直到一年多之后 那这些这个男人的家属们 怕他们不信啊 给他们写信 带信物啊 证明说确实是战败了 没办法 希望他们赶紧回来 那直到这个时候 在1951年6月26号 这19个日本人 这才接受了战败的事实 接受了投降 同意离岛 紧跟着回到了日本 在1951年7月6号 他们乘坐美国人的飞机 就降落在了他们的祖国日本的羽田机场 下飞机的时候 还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 欢迎回家 不过呢 这里边很有意思的是 因为人们都以为他们早就死了 还给他们做过这个葬礼 甚至现场很多人呢 还都看到了自己的遗像 也正因此 他们回来之后 这个身份都非常混乱 有不少人的媳妇呢 已经改嫁了 或者为了生存去做了妓女 做了别人的情人 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夸张的 说这个男的 他媳妇又嫁给了他弟弟 并且呢 还给他弟弟生了个孩子 这怎么办呢 后来一家人商量 这样 这个弟弟的退出 那个孩子呢 就当是养子 这哥哥还是跟原来媳妇一块过日子 然后说咱这个女主 比加和子 他这情况怎么样呢 他这情况也不太好 他原本的丈夫 那个比加正一 当时呢 是辗转安全回到了日本 但是回来之后呢 他一直以为自己媳妇啊 在战争当中去世了 所以他又娶了一个 并且还生了一个孩子 那这怎么办 和子没办法跟他一块生活 这更尴尬的事情呢 还在后面 因为当时回来的 加上和子 一共只有20个人 人们就问其他人去哪 那这些人呢 不敢说实情啊 不敢说岛上真的这个大逃杀了 不敢说 只能是胡乱的编一些借口 但是啊 因为他们提前没有商量好啊 每个人说的这个借口都不一样 众口不一 所以说最终这个事 没有给掩盖过去 没包住 那么由此 这场大逃杀 才浮出水面 那这个事爆出来之后呢 一时间 媒体是大肆报道 几乎所有人呢 在得知这个事情的情况之后 都把矛头指向了和子 认为比加和子 他是这场大逃杀的罪魁祸首 全都重伤他 全都批判他 那在当时这些人们的眼里啊 和子就是一个很浪荡 不知简点 靠着身体勾引男人的荡妇 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言论 那比加和子自己呢 他也没法给自己开脱 只能没办法顺应眼前这个情况 后来他还自己本色出演 出演了很多描述这场大逃杀的戏剧和电影 后来1953年 好莱坞导演约瑟夫冯斯腾伯格 拍了一个电影叫安纳塔汉传奇 就把当年这个大屠杀的故事 搬上了大一幕 这个电影也是基本的还原了 比加和子当年的经历 老片子了 待会感兴趣可以搜一搜 不过呢 说比加和子虽然说 当时出演了一些作品 走上了这个演绎的道路 但是他的这个演绎的经历呢 其实并没有改善他的现状 人们对他还是非常不好 那后来没办法 他不得不去做这个脱衣五娘 勉强糊口 直到后来34岁那年 他和一个二婚的男的又结婚了 两口子开了一个报兵店 过上了平淡的生活 这可能也是对他来说一个最好的结局 那从那开始 九年之后 他的丈夫先去世了 之后又过了八年 比加和子因为脑肿瘤 也去世了 终年51岁 至此 终于结束了他这波折的一生 甚至这起事件 至今都还有人认为 比加和子才是安纳塔汉岛上 大逃杀的罪魁祸首 但是其实说实话 这只不过是红颜祸水的说辞 比加和子作为一个弱女子 他到底能干什么呢 他干了什么呢 可能他并没有干什么 只不过 在安纳塔汉的这个赛场上 男人们争夺的不是世界杯上的足球 而是比加和子 而是唯一的女性 他们的动机是在那种极限状态下的 对性的欲望 是生育的本能 是一种真实的面目的坦诺 这样的一个小岛 其实它上面演绎出的故事 也许就是现实社会某些方面的侧面体现 后来日本的女性推理文学大师 叫童野夏生 就以当年这场事件为原型 写了一本书叫做东京岛 之后2010年还拍了同名的电影 就叫东京岛 大伙感兴趣 可以去看一看 这应该是有关这起事件的最新的一部电影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了 检查一下